基本上呢,如果102到110,總共大概會有五道題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可以學到的就是基本函數和格式設定能力 我想這是最基本的,如果你使用Excel,對於Excel裡面的函數部分不熟的話 當然你使用起來,效率一定不高 再來有關格式設定 所謂的格式設定就是說呢 它原始資料放進來之後,你要把它變成其他的樣子 讓人家在閱讀這個資料的時候,更加的那個可以很快的找到它的差異點 比如說像這邊102題有一個所謂的趨勢圖 這也是新功能 然後裡面的話大概會有這一些 包含就是說工作表的編輯啦,還有儲存格,文字編修等等的 甚至最後會有一個什麼呢 走勢圖 就是圖表部分啦,其實現在的人呢,當然還是 比較喜歡看到圖的部分 因為你那個資料 如果是文字或數字看起來其實沒辦法一目了然 可是如果說有一些圖 就可以讓你的那個 這個感覺 觀看起來的那個 整體性會更好 所以裡面的話也會提到有關 怎麼樣去使用這些 圖表的部分 再來的話,後面第二類的部分呢 就是有關 資料的編修 還有列印能力 所以這邊又延伸啦 如果將來 你需要把 資料列印出來的話 這個地方的話 就會有一些比如說跨頁 標題重複的設定 那所謂跨頁標題說 列印的時候不只一頁 可是第一頁有欄位名稱 那你不能說你第二頁就沒有欄位名稱 那這樣看起來怪怪的 所以 怎麼樣去設定這些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 其他的話還有上什麼 頁首 頁尾的設定 那所謂頁首頁尾就是你列印的時候呢 上面會有個 看起來就是一個 標題 這個資料到底是表示什麼 頁尾通常會有頁嘛 比如說你要加一些頁碼啦 等等的相關 的設定 該怎麼做 那這個地方的話 是屬於第二類 的題目 他要我們做的 那第三類的話呢 基本上要做什麼 其實這個也是更重要 難度更高 就是 統計圖表 圖表 該怎麼建立 那這個也是 目前 在工作上 其實最 最需要的 一個一項能力 因為 你像大數據分析 分析完之後 你一堆數據 沒人看得懂 但是你一個圖出來 比如說走勢 趨勢圖 馬上可以看到 到底呢 是向上還是向下 反正以用圖 可以很快的 一目了然 那這個就是我們 總共有30道題 裡面 需要 這個 做的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 題目先下載 解壓縮之後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個 後面的部分 102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 這個就是那個 練習檔 反正找到 你把它下載 解壓縮 開啟 他的這個檔案 就可以了 練習檔 將來 做完之後 請你就把它存檔 存檔 當然我每次上課習慣上 我會在Poto上面 開一個完成檔的作業區 你就把 你做完的完成檔 把它繳繳上來 那也許你 第一個就 照正照題做了 第二個也許我們有變化題 變化題就是你自己 可以稍微變化一下 用其他的效果 可以做出 可能一樣的資料 但是用不同的效果呈現 看看有沒有什麼不同的 就是這個 感覺 反正就盡量去試 Excel裡面的相關功能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把題目 這個打開來看一下 打開就長得像這樣 他第一個要做什麼 因為你這個成績輸入完之後 怎麼知道說他的學習成績 那就平均 把這四次 做平均 平均之後的話 也許我可以取到比如小數點的 第一位 第二位 或者甚至取到整數 怎麼計算 另外的話 我怎麼知道他到底是不是 及格不及格 有的時候 直接看數字 不容易理解 所以最好是有沒有 如果 是 他是及格的打勾 不及格 就是 50分 到60分之間 是驚嘆 那完全 死當的話 就叉叉 也許這邊 可以用一些圖示 趨勢圖 就是說 他的成績到底是越來越好 還是越來越差 等等的 諸如此類的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做出這樣的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完成的結果就長得像這樣 就是說 這邊的話 你可以用 兩個函數 一個函數 是平均函數 一個函數 是 Round 取得整數的函數 這兩個函數 我們可以算出什麼 他的學習成績 成績的話 取到整數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 如果他及格 前面 會多一個打勾 打勾的效果 OK 打勾的效果 當然如果不及格就叉叉 不及格裡面 如果是在50分之間的 就是驚嘆 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 有三種 小圖示 在前面的話 這個地方的效果 該如何加上去 當然這邊都是利用 那個什麼 利用Excel裡面提供的功能 做出來的 接下來 走趨勢圖 他的成績 從這邊到這邊 到底是越來越好呢 還是越來越差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有個趨勢圖 他最高的 100分 這邊會凸出來 綠色的 最高分 他會有個綠色出現 然後呢 結果部分的話 他會有一個 最後的那個平均總值 當然至少 從那個圖裡面 我們大概可以看出來 比如說 這個學生他哪一次 成績是最高的 最後平均大概高還是低 所以 這個是一個 第二個圖 所以這邊會有 第一個 打勾 插插這種 還有驚嘆號的 第二個是趨勢圖 第三個就是 在前面一個工作表 會需要做出這個 這個的話呢 實際上 你插入 在上面的功能裡面 有一個叫 插入圖示的 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插入一個叫 smartart的一個 圖示呢 可以做出類似 像這樣的效果 這個要怎麼做 OK 所以這邊的話 有第三種圖 也就是 以Sail裡面 如果你要讓人家 很方便的去了 解你 到底要放什麼東西 這些圖都是必要的 那 而且這些 smartart的這個部分 跟PowerPoint或Word 其實都一模一樣 所以你學會這個東西之後 你將來要在 其他office裡面用 也 做法上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題目 我剛剛只是把 結果給各位看一下 第二個呢 你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那當然這是證照考試 所以如果 證照考試 他的流程大概這樣 他會發一個題目 券給你 然後呢 要你做出 以下的動作 所以你會發現 上面這些 是他要你做的 作答虛枝 不過他這個地方 最後是要存檔成 這個 加一個A 不過因為我們練習的話 你乾脆最後存檔 就存 102就好 這檔名把它改掉 改102好了 這樣會比較簡單一些 102A好了 那 後面的話 設計項目就是你要做的啦 就我剛剛講的 成績 總表 總表工作表 它裡面就是要我們利用什麼呢 利用run的函數 剛剛這邊有提到 用run的跟average函數 做什麼呢 做平均的計算 利用run的函數呢 取到整數位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然後還有做什麼 做趨勢圖 然後 做那個 成績的 打勾啦 叉叉 金探號 打勾 條件在下面 另外的話呢 成績計算流程 工作表 指的是前面的工作表 裡面用什麼 smartart 就我剛剛看到那個 前面那張圖 裡面呢 它有相關的設定 你就是按照這個設定呢 分別把它完成 那就是今天 我們要做的這一題啦 相關的還有 相關的細節 請各位呢 也許如果會做的話 可以先做做看 那我們第一個當然一樣 開啟 這個我們的練習題 就我剛剛講的 你把它解壓縮之後 解壓縮之後的102題 打開來 打開來這個 之後的話呢 它長的就是像這樣子 那我們 切過來 這個先 沒有 那第一道題的話 你就會從哪邊開始 從那個 我們的這個題目 成績 所以它你可以看到 裡面都有一些 相關說明 成績 總表 的工作表 那意思呢 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 這一個總表 有沒有 這邊有切 成績 總表 的工作表 指的就是它 那要做什麼呢 就是把這個成績 幫我計算 它會需要 叫你用 Average函數 加上什麼呢 加上這個 Round的函數 所以這邊有 Average函數 幫我計算什麼呢 計算 第1次 跟第2次 第3次 日常考察 的 學習成績 然後呢 再取到整數 所以其實 這邊你可以分 兩階段來做 第1階段 你先用Average函數 第2階段 再用Round的函數 那使用的方法 這是比較基本的函數的使用 1 你可以先插入函數裡面 找到那個Average函數 然後你會發現最近使用過的 會有個Average 如果這個Average沒有 你也可以從什麼 從全部裡面 找到那個Average 往下找 它一定會有一個Average函數 平均函數 那這邊也有 Average函數 它會按照 那個英文字母幫你做排列 我記得好像除了全部之外 它應該是放在統計類吧 統計類也有 所以很多地方 如果最近使用過 裡面有 你就從這邊找 如果沒有 你就從什麼呢 統計類裡面的Average 這邊也有 那這個函數呢 主要 就是幫我做平均 平均什麼 平均這4個成績 幫我平均到這裡 所以我這邊的話 點擊它按確定 它會問你說 你要平均哪些範圍的資料 所以呢我就直接把 D2 到 G2 選起來 它就會自動幫我把 這些數字 全部相加 之後再除以4 有幾個就全部加在一起 除以4 那返環的話呢 就是 81.5 按確定 OK 那第二個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需要什麼 取到整數的話 它題目有 也有提到 請你用什麼呢 用那個RUN的函數 所以這邊有用到RUN的函數 那你想說 老師那不是這邊已經取到整數了嗎 那為什麼還需要 再加上RUN的呢 基本上特別注意喔 你雖然這邊看到是整數 可是實際上 如果你用那個什麼呢 增加小數點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它裡面是放的是 81.5 那 之所以會看到的 那個是82的話 其實它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格式上面 把那個小數點幫你隱藏起來 雖然你現在看到是82 可是實際上存在 Excel裡面還是 81.5 OK 所以基本上喔 它 表面上看到的 裡面放的是不一樣喔 所以如果說你要讓 那個 裡面的資料也 真正的適舌無路的話 你就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 再利用剛剛那個Average函數喔 外面再包一個RUN的函數 那怎麼做喔 特別注意喔 請你先選取 剛剛Average函數 不包含等號 把它減下來 為什麼要減下來呢 因為我需要 再做事實 所以拆入函數 再到那個 我們的 統計類別裡面的 特別注意喔 那個RUN的函數 它是放在數學 數學三角函數裡面 請你找到 一個叫RUN的函數 R開頭 所以它要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ROUND 這個RUN的函數呢 就是幫你做事舌無路啦 當然它衍生性的有RUN DOWN 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RUN UP 無條件進位 那它要我們是事舌無路 所以我就用RUN的函數按確定 請你把剛剛減下來的那個Average公式貼上 意思就是先幫你把81.5先放過來 那如果說你要取到整數的話 記得用0 如果你要取到小數點 第1位就1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輸入1 它是81.5 如果你輸入0 它變成82 那如果你輸入2的話 因為它81.5後面沒有 所以 你會發現它後面也是一樣 0的話就取到整數 那如果說你今天 輸入什麼 負1的話會怎麼樣 輸入負1 特別注意喔 負1就是 再往前推移位 那會怎麼樣呢 1就四舌無路 所以負1 你會發現喔 得到的結果就是80 把1給捨棄掉 1以後部分的都捨棄掉 那如果是負2的話會怎麼樣 你會發現喔 100 為什麼 因為8 自動 4舌無路嘛 所以8就自動進1位 所以變成100 OK喔 我們這一題 它要我們是 把它取得到整數位 所以這邊的話 就輸入0就可以了 所以把Average貼上之後 然後這邊輸入0 取到整數 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資料就真正的 會是 裡面放的就82了 也就是如果你把那個 小數點再打開來 你會發現喔 裡面就是82.0 有沒有 實際上呢 格式 這個上面是格式喔 裡面的資料也確定是放80 你就 把這個資料呢 全部 底下的部分呢 都一樣的話 那你就怎樣 在這個 空點上方 快速點兩下 但你可以向下填滿啦 不過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這樣子喔 放開 它會幫你把 底下的部分全部做完 但是向下填滿喔 我是覺得 速度還是不夠快 比較快的方法是直接 在這個 這個 游標放在這個儲存格上面的右下角有空點 快點兩下 到底也是一樣 就是 等同是怎麼 幫我把 底下的全部做完 OK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待會我們還需要做什麼 趨勢圖 這個趨勢圖 題目裡面要我們做什麼呢 其實它底下有敘述啦 請各位稍微看一下 他說依照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還有日常考 學習成績 總共有五個資料 幫我做出 剛剛看到的 走勢圖 那走勢圖 還有要用彩色 緊 緊的話就sharp sharp 指的就是第幾個 number6 第六個 然後呢 並且標示 高點 就是成績最高的 跟最終點 就最後那個成績 其實 也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效果 這個效果要怎麼做出來 OK 所以趨勢圖 這個還蠻好用的 為什麼 因為以後如果你有個趨勢圖 你根本就 不需要再 去看前面的成績 你乾脆就看圖 就大概知道了 有時候看圖 會比看那個前面數字來 簡單太多了 可是這個 圖要怎麼做 請各位試一下 趨勢圖 待會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應該 可以 了解我在說什麼 剛剛的動作 在那個 雲端上面 就會有一個 PDF檔 你稍微把那個 題目 了解一下 剛剛最重要就是做了 兩個函數的應用 一個是Average 一個是Round 很好看